我们缝的时候大概就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个部位 然后来缝啊这边然后缝到这就可以了 这个横的部位缝好之后然后找到这个中心的点 这边穿针穿进 穿进之后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沿着这一个每一个这个针眼 这个地方这个就是这边这边这边就是每一个这个长针的这个缝里面 这个反面的话就是你看这边一针缝好之后来我们现在把这个线 拉长的这个地方啊从反面这个地方穿进 穿出然后再缝到这个连接的地方把它连接起来 这边缝好之后现在带线从反面带线要带到这个地方来啊 从这个地方你看从这个反面这样穿进去 带线带到这 这个绿色 这个绿色的线啊这根线切记弄好了 不要把它一起穿过去了 然后再往回缝 再缝一针 这个都是从反面缝过来 然后正面反往回缝的 哦 这个正面的针角都是在这样子啊 就是这样一针一针的往回缝 反面的时候就拉长 在这个反面你看这样子带线拉长 这个大概就跟这个对称的位置啊 跟这边是对称的 拉缝到这个上面来一点点 然后再往回缝这边 这边缝完了之后 然后现在这个就是这笔银子这一片缝完了 然后现在缝这个横着的部位 然后再往回缝了 再往回缝了 感谢观看